哈啰 歡迎來V2丸轉料理 今天要做的是香煎水嫩雞胸肉 然後我們會先用胡椒跟鹽印一下肉 那外面要用一點沙拉油 好 我們開始吧 我們買回來的雞胸肉 它會有厚薄不一的清洗 那我們在厚的地方先畫個兩刀 這樣它等一下會比較快熟 妹妹也是 然後我們用胡椒跟鹽醃一下 我再用一點沙拉油 那雞胸肉它沒有什麼油脂 所以它用沙拉油來 讓它不會太乾腸 好 我們先醃個一分鐘 好 我們先大少許的油熱鍋 然後把雞胸肉放下去 然後蓋上鍋蓋 把火轉到最小的火 然後我們先讓它煎四分鐘 好 我們現在翻面 然後再來煎個三分鐘 一樣蓋鍋蓋最小的火 好 我們已經翻面煎了五分鐘了 那我們現在先關火 然後讓它再燜個五分鐘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已經燜五分鐘了 還要切雞胸肉的湯汁 不要浪費 我們等一下可以淋上去 那我們先來把它切片 來切片 可以看到它這邊都有湯汁流出來 很嫩 這樣子香煎的雞胸肉很好吃 大家看一下這個斷面 雞胸肉 雞胸肉我把它切好了 然後剛剛那個湯汁 不要浪費 把它倒下來 再吃一點點胡椒 那我今天配的是地心地瓜 你的香煎水嫩雞胸肉就完成了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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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您